钢筋石板散落一地 一辆小山猫被重压在厚厚的楼板下 帐篷下的架势锦销到场时 它明显身亡 30号下午一阵巨大声响 这处两层楼的销售中心瞬间倒塌 事发地点在台北市市领区福岗街 建案预售屋的销售中心 21号就开始启动拆除工程 但30号下午拆除过程中 支撑的钢梁瞬间倾斜 二楼楼地板塌陷 直接压倒一楼正在施工的小山猫 整辆车身被压到变形 驾驶越南籍的潘信男子当场身亡 应该是拆除不慎 而且这个样品屋造成倾斜 压到其中的三部机具 柱子的部分软掉 所以导致整个倒下来的速度太快 负责拆除的厂商解释不清 究竟为何发生意外 但事发当下一片混乱中 另外两名怪手驾驶 抛去查看被压毁的山猫之后 就逃离现场不见人影 居置相当诡异 也没有跑掉吧 就是可能出了这种事 没有出过这种事 就担心害怕躲起来了吧 必须要符合所有相关一切的安全标准 才有可能复工 那老检处这边也初步 先针对违反治安法的部分 来开罚最重就是30万 小山猫驾驶命断工地 家属赶到现场也崩溃痛哭 瘫软在地 市府下令建案勒令停工 后续不管是负责拆除作业的工程单位 还是承包销售中心的广告公司和建商 都将进一步厘清责任疏失 所有安全标准确认后才能复工 多次新闻有95梦林黄元采访报道